一次的錄影 所以這邊有個清單 反正我們上次上課的話 就講到有關if的判斷部分 那如果說一重的話就if 然後呢後面加一個冒號 底下就直行 那如果兩重的話就加一個else 那如果三重以上的話 三重多重的邏輯的話 就是加一個lif 那el跟那個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 跟VBA有點差異 不過差異的點當然不多 所以以後如果說 同樣的程式寫完之後 我倒還建議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那個VBA打開來 一直自己再練一遍 那如果都可以寫得出來的話 那這部分我想對於你們將來在 不管是在Python裡面 或者是在VBA裡面 其實都可以很快把程式寫出來 那未來呢 甚至會聽說微軟 在下一個版本 可能會把Python直接就加到eSale裡面 也許叫eSale裡面的 Python的 以後就是他除了可以用VBA開發之外 也可以用Python來開發 好啊這部分的話呢 已經有在醞釀了 但什麼哪個版本會加進來 我覺得應該蠻快應該可以看到 因為微軟其實還蠻積極的 有些就是只要是跟得上潮流東西 他也許就把他加進來了 那不管了 反正你都會了嘛 你就是直接等於對個環境 你就把它打開 那更好以後的話呢 甚至就不需要去裝什麼 裝這個Eclipse 這個環境也不用了 你就是怎樣打開eSale裡面就有個Python 你打開Word裡面有個Python PowerPoint裡面 就是他等於是說以前的VBA就是裡面 他把VBA的那個語言 或許可能是加一個吧 應該不可能把VBA整個拿掉 所以也許讓你選 你習慣用那個VBA來選 你就用VBA寫 或者你習慣用Python 你就用Python寫 那目前其實也有一些套件 直接就已經可以做到了 只是我是覺得那個套件 因為可能還要額外有付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也不是那麼推薦 未來如果說微軟已經內建 那當然有 你就直接兩者 就是直接就可以拿來用是最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大家了解一下 再來的話我們上次上課 大概把一些考試的題目做一個分享 所以雲端上其實都有 你可以找得到 所以你可以到雲端白板裡面 這一期課程就多了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東西其實 其實外面你要找也找不太到 因為這個可能 這個坊間的書籍 即便是關於這部分 他好像也沒有題庫 他沒有專門賣題庫的書 還蠻奇妙 他現在的題庫都是走電子化 就是說他給你就是一個帳號 你要登進去才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你如果沒有買那個帳號的話 他就沒辦法看到這些東西 不過他這個 因為他慢慢以後 那我們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是講到有關基本的程式設計 那今天也許我們在延伸有關那個 就是選擇敘述 像我剛剛提的 如果一重兩重多重的相關敘述 那裡面的話也許 就是第二類的話一樣是202到210 那雲端上其實我已經有擺了一些解答 題目部分的話在雙數裡面 你可以找到那個第二類 那比如說第二類的話 第二 202題 那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了 其實這邊他會有個說明 你大概就看一下 題目他就是打開這個檔 所以未來考試的時候會有出現這個檔 那你可以把這個什麼 PYD202.py的檔怎麼樣 那考試的時候特別注意 他不是用Eclipse 他可能就是要裝一個Spider 不過他那個Spider已經裝好了 那裝好之後的話 他會在程式期裡面 可以讓你看到就是Spider 或者在桌面上 他會顯示出一個Spider的結境 那我的習慣是什麼 把這個檔直接拖拉 直接拖拉到Spider裡面 用拖拉的方式 不用或者開啟舊檔 不過我習慣拖拉 放進去就可以 他就把它打開了 打開之後你就開始做檔 那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他是希望做什麼呢 讓使用者輸入 所以特別注意 關鍵點就是說 要輸入什麼 要輸出什麼 輸入跟輸出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數次55 那要告訴我說 他是不是3或者5的倍數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會出現說55是不是3或5 4的話你要告訴他 而且是3或5你要顯示出來 如果是5的倍數 你就要顯示是5的倍數 他有個Modiple的那個 這個就是敘述了 然後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會有個邏輯判斷3或5 那有幾種可能性就是說 第一個3而且是5 3而且是5 邏輯判斷1 3而且是5 第一個 第二個else if 如果是能夠被3整除的話 那你就是要是3的 所以顯示出來 他就是3的倍數 那或者是在else if 他是什麼 能夠被5整除 那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講的那個邏輯判斷 有幾個重點喔 有沒有 我們剛剛if嘛 一定會有if對不對 那邏輯寫在後面 那邏輯裡面的話 比如3而且 而且的話中間一定要end 所以中間的話end 然後呢 能夠整除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是整除喔 整除的話呢 一定是什麼 余數為0嘛 誒 余數為0 誒有沒有記得我之前有講過 求余數喔 求余數的話 如果是在那個vba裡面呢 他叫做mod mod 就是中華電信那個 就有點難一些 mod 那如果是在python裡面的話呢 他是person 只是符號不同 這寫了 mod ok vba是叫mod 或者e-sale裡面的函數也叫mod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那個進來的數字 假如說呢 mod 3 and mod 5 等於0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等於0的話 等於的話要兩個 vba裡面只要一個 好 這差異在這裡 等於0的話 那表示他整除了 因為沒有余數嘛 沒有余數表示整除嘛 對 好 那你就顯示他是 那個3或5的倍數 所以這邊就是多重判斷喔 那假如說呢 你要做這一題的話 你該怎麼做 也許可以 先想想看喔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是 再把那個我們的那個目錄裡面 因為我們 基本題裡面不外乎就第一類跟第二類啦 那大概我就把那個第二類的題目 大概 舉個 舉個兩題吧 後面也許就當成各位的練習題 回去 自己把它做熟 那如果你可以把這些題目很快把它做出來的話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啦 因為 主要吼 在寫python裡面 你最最應該要熟悉的 不外乎就是基本的一些像變數 常數喔 還有格式輸出 第二個就是選擇敘述就邏輯判斷 第三個就是回圈敘述 那回圈敘述的話呢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同學最容易出錯就回圈 常常看到回圈不知道怎麼寫 寫了之後可能也 不見得寫正確啦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會先把這一部分先講完 然後呢 再來看這個 第三類的部分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我們也許再再來把那個第二類的部分 202 然後呢 204吧 那這邊大概講一下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相關的環境 還有就是參考的資料先開啟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接著來看那個 像202這一題 跟204這一題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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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